弟兄姊妹早晨 好似好久没见大家 大家都好吗 奉耶稣基督名字祝福你们 天气反反复复的 因为现在希望大家要多点注意身体 要小心着衣 一时又打大风 一时又风和又临 今天突然间又阴天下 这些反复的天气是很欺人的 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小心下 喝多点热茶 喝多点绿茶 我记得我上次来的时候 我们是说禁食祷告的 是吗 大家有没有做禁食祷告啊 上次参加的禁食祷告聚会是吗 有谁参加了 举高你的手 感谢主 感谢主 祝福祷告 走出来 大家 举高手 参加了禁食的走出来 我为你们祈祷 所以那些人 who raised your hands 你能参加了禁食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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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为你们祈祷 祝福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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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我的天父就按照你的话语 发放了出去的说话 你要让你的灵晓冠犯有血气的 你的儿女要说预言 老年人要作异梦 少年人要见异常 今天我们集在你的书话 来到仰望你 愿主你就按照你的口音 按照你的恩惠 让你的令大大的晓冠 你的儿女 你的儿女 大大的晓冠他们 充满他们 让给你的生命气息能力 重新的来到晓冠每一个 让他们的眼睛能够清楚的体见 让他们的耳朵能够清晰的听见 让他们能够生命的里面 重新得着 从你而来的新的热情 从你而来的新的目的 让他们都要见到 要见到主你自己的恩照 在这个世代的里面 你因照他们的时候 所给他们 为他们预备了的一切的恩惠 从这一日开始 每一日他们看你的话语的时候 他们读你的书话的时候 主你的话语在他们的眼前 大大的掌开 大大的让他们见到你话语里面的光 愿你的恩高大大的要管他们 由这一日开始 每一个他们发出的祷告 都是带着大有能力的祷告 带着能够释放灵魂的祷告的能力 带着让在这个厄上 能够被脱离的能力 愿主你的爱成为他们的动力 是他们从前若果是遗失了的动力 今天他们重新的十回 他们无论去到哪一个地方 让主你的同在亲自的 透过他们的身影 去到每一个他们接触的人 他们的家要蒙福 他们手所作的一切都要蒙福 由这一日开始 愿主你的灵赐给他们每一日 你以来的华语 让他们张开口就述说 主你给他们的预言 大大的激励激发他们 他们说要继续在你面前 傾听从主你以来的指示 你一步一步的带领他们 他们今后晚年日后的日子 比之前的日子更加的荣耀 我们感谢赞美你 奉耶稣基督的声音 Amen 诗篇23篇是一篇很特别的经文 在十年的软木生涯的里面 见过很多在死亡挣扎当中的人 有一些是直头要望着他 慢慢地从这个世界离去的 在诗篇23篇的特别之处 就是他似乎有一种很特别的因膏 在这个经文里面 有一些垂死的人 他眼睛看不到东西 可能耳朵听不到东西 不认得人 是在蒙糊的状态里面 是在完全虚弱 是临死边缘 但是当你一读诗篇23篇的时候 他竟然会听到 并且是口浮浮的要配合这个经文 然后他们在沉浮的距离 在沉浮的距离 但是当他们听到 圣语23篇 它似乎他们听到 然后他们会在口浮的语言 哦 弟兄姊妹 我愿意你明白 怕忘 知道就是说 神的说话 是有一个的能力 有一个的因膏 在它里面 And brothers and sisters I wish you would also know that in God's word there are blessings in it 无论这个的经文 我们几感的熟悉 我们听过几多次 我们听人唱过几多次都好 里面的那个的能力 里面的那个的玛拿 和天上而来的能力 今天仍然是新鲜的 And no matter how many times we've heard it how many times we've sing it through hymns but yet the power in this in this psalm in psalm 23 it just enriches us every day 有时有一些的经文 你以为你已经很熟悉 谁不知 你来到神的面前 主啊我愿意再学一点 在午夜梦回的时候 继续来到 开心在他面前 等候仰望 突然间 他就倾射 一系列的启示给你 And then there are some scriptures that we felt like we know all about it but yet at night when we think about it and ponder upon it then God will just pour into us you know new meanings of that scripture to us 啊我们就能够体会 神的智慧是这么无共 神的能力是这么无限 And then we realize that God's wisdom is so endless And then it's just beyond what we could think of 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 Yahweh is our shepherd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你知道吗 每一次你见到耶和华 这个字的时候 在圣经里面耶和华 这个字一出现的时候 就令人着觉得特别的鼓舞 So every time when the word The Lord Yahweh Appear in the Bible It just encourages us 因为耶和华 这个名字提醒我们 我们有一个神 我们有一个神 祂是和我们有盟约的 Because it reminds us that we have a God and a God that is in covenant with us 哇 你试想象一下 在地上高 有哪一个有财 有势 有权力 有地位 是有 有 很出色的 很有财力 势力的一人 And imagine anyone in this world that might have power and money and in status 你想一下 如果他会走到你们旁边 And then imagine He will come to you 可能是 Bill Gates Or maybe he's Bill Gates 可能是 Trump Or maybe Trump So he'll come close to you And he'll say I want to make a covenant with you And I want to pour out everything that I have to watch over you And to take care of you but we have this God of the universe 他指着他自己的名字来到起誓 他说你是我盟约的子民 你就是我照顾我所爱的对象 我们有一个盟约的神与我们同行 在未认识主耶稣之前我们在地上没有目的 我们好像是一只船仔在大海四围飘荡万无目的不知做什么 人生没有特别的方向没有特别的意思 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个盟约的 原来我有一个盟约去履行的 这个盟约是用血来封人的 不可以更改的 永世都不会改变的 因为所用的血来封印是耶稣基督的血 当最后晚餐他被捕拿之前 他说这个是我立的药的血 我们和他之间是有盟约 他按照盟约永远永世里面是你的大牧者 耶稣基督显日 今天明日都是一样 他昔日是你的大牧者 今天是你的大牧羊人 明日他还要继续永远的 是你的牧羊人 他说我是好的牧羊人 我为羊社命 当我们看中文经文的翻译的时候 似乎他是在说 他要为我们钉十字架 你知吗?按照原文的文意 当他说我为羊社命的时候 他不是说我为你们钉十字架 他在说我用我自己的生命来奉献 来为你照顾你 你知道吗?一个牧羊人 一个牧者没有自己的生命 大家都在开派对的时候 他要看着羊 他的羊就是他的生命 因为他的牧羊就是他的生命 晚上当一天的牧羊结束的时候 其他的人可以回家 可以享受家里的冷气 可以在家里开杯夜饮 所以在晚上 每个人都结束了工作 他们可以回家 享受空间或喝酒 可以在家里睡在自己那张最远熟的枕头 最好的 最逼迫自己的床育 或 maybe you could rest in the most comfortable bed comfortable bed and on the mattress or the pillow 没人人不行 yet the shepherd cannot 没人人 那些羊去到哪里 他就跟着去哪里 because the shepherd needs to follow wherever the sheep goes 他一生就是为了 打理照顾羊 because his whole life is to take care of the sheep 耶稣说 他为羊社命 意思就是 我永世永远都是 为着你 来到哄应我自己 and Jesus said when I give up my life that means he for his whole life he's dedicated to take care of us 在你的生命的里面 and in your lives 在你的生命的里面 不同的日子 不同的季节里面 有很多人会 来 会走 and of the different seasons in your lives there are people that comes or goes 我们想起我们年轻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 哇这个朋友 真是很好的朋友 但始终他又走了 人生的季节里面 总有人会 进来 跟着又走 进来 跟着又走 你会有孩子来到 但你的孩子又会离开 你会有好的朋友 来到相识 但你的好朋友 有一天又会离开 你以为你有一个配偶 你的配偶来到 但有一天 你的配偶又会离开 唯有耶稣基督 是永远 永远在你的旁边 是你永远的伴侣 and only Jesus Christ will always stay by your side and be with you 他说 他永远与你同在 他是好牧羊人 because he said he'll be with you forever because he is the good shepherd 好牧羊人 是永远的 跟着羊的 because a good shepherd always follow his sheep 三十岁 三十岁 四十岁 五十岁 六十岁 七十岁 八十岁 你看回每一个 生命的季节 你可能充满着各式各样的记忆 但是 他仍然在你的层 whatever your age is thirty forty fifty sixty or whatever but he is always there 他帮你陪你 行过人生 每一个的阶段 and he walked with you in different stages of your lives 跟你一起走过 可能搬过高山 and he have walked and maybe climbed the mountains with you 可能你在低谷的时候 他也都是在你的层 or maybe he walked through the valleys with you 唯有是这个好牧者 他是我们一生终身的伴侣 and only this good shepherd is our companion for life 当你以为 我已经有一个的配偶 我已经有一个的伴侣 and we think that you have a spouse you have someone with you 他说我仍然在你的旁 yet he said I am still by your side 有一天你以为 我好孤独 所有人都离开我了 and when one day you felt lonely you said everyone has left me 但他仍然在你的旁 yet he is still by your side 你或者 没错你 或者你会自己一个人吃东西 or maybe you'll be eating by yourself 或者你会有一天 你自己一个人去市场买东西 or maybe one day you just go shopping by yourself 或者你有一天 发现你自己一个人 在一个公园里坐 or that one day you're just sitting alone in the park oh,不是啊 that's not so 牧羊人 牧羊人 还在这里 the shepherd the shepherd is still there 我们的好牧者 你的好牧者 还在你旁边 our good shepherd your good shepherd is still by your side 主需要晚上 回到他那里 来到去向他 谈心 and all you need is to go to him at night 来到去 安静地在他面前 and when you go to him and quiet down in front of him 我们又发现 原来他一直在我们的身上 that we realize that he has always been there 他给你医治的说话 that he gives you words of healing 他继续给你能力的说话 and that he gives you words of encouragement and power he gives you words of hope and he gives you words of hope he说因为我是你的好牧羊 and because he is a good shepherd that I lead you 你知道吗 你需要一个的牧羊人 do you know that you do need this good shepherd 每一只羊都需要牧羊人 because every sheep needs the good shepherd 羊是一种比较 比较笨的动物 because sheep is actually a stupid animal 羊是 脚很短的 不跑得快的 because they have short legs and they cannot run very fast 羊它们的视力是很差的 and they don't have good vision 它们看不到远的 they can't see too far away 好像我们现在 慢慢年纪老了 老花这样 哎呀 这个是不是那个exit了 是不是 so like for us you know when we get older we can't quite see is that the right exit 那么羊又很容易走散的 and the sheep they can kind of scatter away 你知道吗 它们呢 若果没有人看着它 so if no one watches over them 它们很容易自己 就无端端又不知 走了去哪里 they would just go astray on their own 那么最糟的是 当一只羊 开始走哀的时候 and the problem is when one starts to go astray 在它后边那只 又会污污笼笼地 又跟着它 不知道它走了去哪里 then the one behind him will just foolishly follow 那么它们呢 不知走到哪里 就会自己迷失了方向 and so they don't know where they're going and then they will get lost 跟着它们迷失方向的时候 它们就会吃了些 不应该吃的东西 so when they get lost they might eat something that they shouldn't eat 吃了不应该吃的东西 就惨了 so then that will cause problem 跟着呢又生病了 then they could get sick 跟着呢 它们去到一些陌生的地方 不知道去了哪里 又容易落入了成为 被一些狮子老虎来担了它 and also if they get lost they also could be prey for the lions and tigers 我跟你说 永远不要以为 啊 你已经是很成熟了 你可以靠你自己的智慧 靠自己的经验 靠自己的能力 so I tell you that never think that you could just depend on yourself with your own experience or power 你需要一个牧羊人 来到带着你 you need the shepherd to guide you all the time 我需要一个牧羊人 来到带着我 I need a shepherd to guide me all the time 耶稣就是 那个的好牧羊人 and Jesus Christ is the good shepherd 你知道吗 你需要好牧羊人 看着你 and you know that you do need this good shepherd to lead you 以至于你的眼睛 你都是注意着 望着这个牧羊人 so that your eyes would be focused on him 来到跟着他的方向 跟着他的指示 so that you will follow his direction and his guidance 耶稣耶和华 就是你的牧羊人 and Jesus Christ is your good shepherd 没有人可以 做你的牧羊人 because no one else can take his place 不可以指望人 来到去做你的牧羊人 you cannot lean and depend on a person to lead you 不可以指望人 来到去供应你 because you can't depend on a person to provide for you 不可以指望人 来到去安慰你 给你最好的安慰 给你最好的圈面 or for a person to comfort you 不可以单单 依靠人 指望人 来到去教你 应该怎么做 or just depend on a person to teach you how to do things 来到应该 有什么的智慧 要做什么的抉择 and to make the decision to give you the wisdom and make the decision 我们的旨意 只可以指望我们的耶和华 because our will and our decision only could come from our Lord Jesus 因为将人 偶像化 是很愚蠢的 because it's a foolish thing to idolize a person 每一个人 都是羊 because every person is a sheep 我们都是羊 我们都是短脚 我们都是老花 你知道吗 每一个医生 需要一个的医生 每一个律师 都需要一个律师 and a lawyer needs a lawyer too 每一个的传道人 都需要一个的传道人 and a minister needs a minister for himself 每一个的牧师 都需要另外一个的牧师 and a pastor needs another pastor oh 但是他是我们的好牧者 and he is our good shepherd 唯有他这个伟生 给我们的大牧者 是我们真心真正可以依赖的 and only he is the true one that we can lean on and depend on 他按照他的盟药 来到做你的牧羊人 because he leads you according to the covenant that he has with you oh 不需要再依靠人 so then we don't need to lean on and depend on people 不要依靠政府 or the government 不要依靠这个世界的系统 or the social system 不是依靠这个环境 现在吹着什么风 or the trend 这个政治吹着什么风 or the political changing situations 有些什么新的例又要立了 or what new laws there were 什么新的例立了都好 都不能够摇动到你的平安 because any law even its new laws that's formed cannot change the peace in you 不能够摇动到 你在它里面 它所给了你的一切的产业 cannot shaken all the the property he has for you 哪怕明天 这个经济完全崩溃 and even if the economy will collapse tomorrow totally 你有一个大牧者 that you have a good shepherd 他按照他的名字起誓 我会供应你 我会照顾你 and then he said he will take care of you and he will take care of you you know swearing that from his name 所以我们有一个耶和华 是我们的牧者 so then we have lord jesus christ as our lord 当耶和华是你的牧者的时候 你不自缺乏 and then when he is your shepherd that you will not be insufficient of anything 我再说多一次 耶和华是你的牧者 你不自缺乏 I repeat myself the lord is your shepherd so you shall not want you have no lack and you will not be lack of anything you don't lack anything no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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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华是你的牧者 不自缺乏 任何的一切 so the lord is your shepherd and you won't be lack of anything 诗篇 你不是告诉我 你们当晓得 耶和华是神 and then it says here know that the lord is is god 耶和华是神 我们是他的子民 that he is our god and we are his people 然之后 我们是他草场上高的羊 and that we are the sheep of his pastor 你知道吗 你是他草场上高的羊 do you know that you are the sheep of his pastor 你知道吗 这个掌管宇宙万物的 大君王 他的草场 有多大 so do you know how big his pastor would be because he is the lord 你知道吗 他的草场 有多谬盛 and that how abundant it is on his pasture 你知道吗 你知道他的草场 有多漂亮 and that how beautiful his pastor is 我们有时呢 落完雨之后 落雨就说 啊我 我熄了那个 噴水器 那么呢 下雨我就不用噴水了 and then sometimes when it rains we said we'll turn off the sprinklers so then we don't have to water our lawn 谁不知呢 落雨后之后 个几日 出晚太阳 我又不记得 开那个噴水喉 的锯 and yet after a few days of the rain you know the sun came up and then we forgot to turn on the sprinkler 哇 跟着一望 的池染死了 油黄了 那些草 and then we look at the yard and it's like oh it gets all dried up again 但兄姊妹 在他里面的生命的 完全的活水 是滔滔不绝的 and yet you know brothers and sisters from him the living water is just non-stop 我告诉你 他的草场 是茂盛的 and his pasture is beautiful all the time 他的草场 是广阔无济的 and it's wide and big 你就是那个 广阔无济的 草场的羊 and then you are one of the sheep in this pasture 你是那个 茂盛的草场上 高的羊 and then you are one that's you know roaming in this pasture 所以他说你 一无所缺 so you are lack of nothing 耶和说 给我们的耶稣 耶稣他是平安之子 because Jesus is the son of peace 耶稣所给的平安 那个沙龙的原文就是说 一无所缺的完善 和富裕 and then the peace that he could give us it means that that there will be no lack of anything 你知道吗 当他在药行福音十四章 那里说 我将我的平安 留过给你 and then like what he says from John 14 that I leave you with my peace 他是我的平安 that he is our peace 你知道他在说什么 他说 我将在我里面 一无所缺的完善 富裕和和谐 给过给你 and he meant that I'll give you this peace that's in me that's lack of nothing I'll pour that over you Hallelujah Hallelujah 你有没有拿了 那个平安 Did you get this peace 有没有拿了 那个平安 Did you get this peace from him 拿了的话 你就是 在那个一无所缺的完善 和富裕的了 and then if you have received this peace then you are lack of nothing 神草场的羊 是不会有任何缺乏的 and because the sheep in God's pastor will be lack of nothing 文药的子民 与神同行的文药子民 是永远不会缺乏 任何的一切 and the people who has this covenant with God will be lack of nothing 但兄姊妹 你是阿伯拉罕的侯蕊 brothers and sisters you are the descendants of Abraham 但你是按着信心 而被看见 成为阿伯拉罕的侯蕊 but then you are the ones becoming his descendants because of faith 所以但兄姊妹 要按着信心 按着信心 你是和阿伯拉罕 一同的得福 and because of faith that you have you are blessed just like Abraham 为什么圣经的经文 说你和阿伯拉罕 一同的得福 and why did the bible say that you are blessed just like Abraham 因为在神的眼中 他看见 你是阿伯拉罕的侯蕊 是在那个 祝福的盟约的底下 because in God's eyes you are aligned with Abraham and then therefore you also receive the blessing 但是弟姊妹 你知道吗 圣经怎么样讲 神给阿伯拉罕的祝福吗 and brothers and sisters do you remember how God has said about the blessings that Abraham will receive 圣经里面说 阿伯拉罕年纪老迈 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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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切事上 耶和华 都赐福给他 and it says here the lord had blessed Abraham in all things 今天你是作为 阿伯拉罕的侯蕊 按着信心 向来 在一切事上 耶和华 都赐福给你 and then now that you are Abraham's descendant through faith that you will be blessed in all things 神愿意 你是 是甘透切的明白 他所给你的 这个祝福 是何等的深厚 and God wants you to know the how deep and wide this blessing is and just like what it says in proverbs that the blessing of the lord makes one rich and he adds no sorrow with it the blessing of the lord makes one rich 因为耶稣为你 担当了 贫穷的就职 because the lord has carried the burden of poor for you 我们今天在这里 来到赞美他 众赞他 高举他 and today we come here to praise him to lift his name up high 因为他为我们 担当了 because he has carried all our burdens the curse and all the curse did you know he bore the curse on your behalf 他为你担当了 就职 that he bore all our curses 贫穷是一个就职 and poor is one of them 疾病是一个就职 sickness is one of them 劫难是一个就职 catastrophe is one of them 我们怎么知道 你去生命记里面 列了出来 so you said you don't know but you know it's recorded in the bible 在生命记里面 就告诉我们 所有这一切的就职 and then in Deuteronomy and then in Deuteronomy it's already recorded all these you know devastations that we might go through 大鼎子妹耶稣 因为着能够 使我们得着腐竹 神让他成为贫穷 and yet you know Jesus because he want us to become rich that God made him poor for us 让我们能够得到医治 神就让他来到 顶替我们的病患 and because he want us to be healthy that he took care of all our sicknesses 在你一生的里面 你没有任何的需要 and then in your lives you won't have anything that you need 你永远不会缺乏财富 that you will never be lack of wealth 不会缺乏健康 or lack of health 你不会缺乏优惠 特惠 or that any other lack of favors 不会缺乏机会 or opportunities 这个世界的人 或者他们要依靠 依靠幸运 and then people in this world maybe they need luck wha 若果有一天 得到有什么特别的优惠 wha 我真是幸运 wha 若果有一天 得到某些 某些特别的好机会 wha 真是幸运 wha 我告诉你 当你知道 当你知道 认识 你是神的主持人的时候 wha 噢 你参与的不是运气 wha 绝对是信实的神 祂给你的特惠 你在无论任何的地方 总会有一个特别的优惠 总会有一个特别开启 为你开启的门 需要的就只是我们运用 当日阿伯拉罕那种信心 眼没见到已经相信那个信心 不知道怎样祷告的时候 就在那里和神说 我感谢你主 我明天就会见到新的特惠 感谢主 我明天又会感受到 新的从你而来的健康的能力 我感谢主 你会为我开启这个门 原来有一些的赞美 不是等到事情发生了来赞美 真正信心的赞美 是未发生 未见到的事情 已经相信着它来赞美着它 因为耶和华是你的大牧者 但为他不单止在他的生活 在他的生命里面一无所决 他也都自己决定了 就是说这个要是 是他口所宣告的信念 你能不能够想象 当年昔日大卫写了这个诗篇的时候 每一次他唱 每一次他回来的时候 他就继续在宣告着 宣告着这个神给他的祝福 总是宣告着 主啊 我一无所决 听姐妹 大卫他的心意更新了 他能够这样的宣告 因为他更新了他的心意 更新了心意的时候 他的说话又改变了 我想问一下 大卫姊妹 你的心意更新了吗 你的思维更新了吗 如果你的思维更新了 你有没有影响到 你所说的 所宣告的说话 还是你仍然所说的 就好像其他这个世界上 没有神的人 所说的说话 这个世界上没有神的人 是可怜虫来的 当你留心留意 他们所说的话的时候 所说的就是具怕 所说的就是展示到 在他们里面的不安和担忧 所说的说话就是展示到 他们的信心是放在这个世界的上边 他所说的说话 是流露出他 以靠这个地上高的系统 但是大卫姊妹 与盟约的神同行的子民 你所说的那个说话 不能够跟这个世界的人 所说的同一样 让我们都效法大为 我们懂得按照所信的来宣告 我们所说的说话 不是反映着对任何的东西的忧虑 因为我们所说的说话 要反映着我对神的相信 我们所说的说话 是反映着 我在他里面是有一个 真实的可靠可信的盼望 在你的话语里面 再不会见到担忧和惧怕的影子 and so there will be no shadow of fear or disencouragement in things that you say 大家跟我一起来都说 So let's say it with me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不自缺乏 I shall not be in want dzieci 我决定我不会活在缺乏的里面 I decided I won't be living in this world of insufficiency 我不會有任何的缺乏 每一次當你奉獻的時候 告訴你自己聽 我不會有任何的缺乏 每一次你去幫助 你需要幫助一些需要接濟人的時候 我們的意念水上的說話就是 我不會有任何的缺乏 當你知道你沒有任何的缺乏的時候 你就知道你更加的能夠避出去 連搖大岸上沾下流倒在你還裡的說話 就能夠在你的生命裡面實現 因爲在提摩太前書神的說話告訴我們 我們要依靠那個厚似伯物給我們享受的神 祂是厚似伯物讓你享受的神 當你穿上這個心華意念的時候 所以當你有這些想法在你 弟兄姊妹不理你的401K在說什麼 弟兄姊妹不理你的401K在說什麼 不理你的銀行的帳單在說什麼 你所說的就是神的真理 你所說的就是神的說話 我們不會看我們自己有什麼能力 我們不能夠看我們自己有什麼本錢 弟兄姊妹我願意見到你以為你那個銀行的 那個帳單你以為那個銀行那個statement是很真實 在神國裡面那個資源是更加的真實 在這裡是眼所見的可以見到的都是可以被摧毀的 但是你有一個不可以被摧毀是沒有人見到的一個的資源 這個的資源這個的供應 終你一生在地上每一天無時無刻隨時的是屬於你的 你是祂草場上高的羊 因為你是一生在祂的羊 何時當你發現你有所缺乏的時候 問你自己這個問題 是不是曾幾何時可能我沒有跟隨著這個大牧者 會不會在某一個地方某一個地點 我自己無端端走了出去流離浪蕩 自己做自己的事 會不會我自己走了去囚算自己的囚算 想自己要想的事 總會有一些的羊是沒有去到青草地上 總會有一些羊沒有去到可安揭的水邊 你知不知道要去到安揭水邊 要去青草地上 那靠的不是你知道你有一個牧羊人 那些去到青草地上去到可安揭水邊的羊是那些跟著牧羊人的羊 當有一些羊突然間自己不知走到哪裏 沒有看著牧羊人 沒有注意著牧羊 沒有跟著牧的時候 慘了他們就不知去了哪裏 他們亂地吃東西 亂地吃 隨便見到什麼就吃什麼了 然後就落入在危機的裏面 大感謝神 我們的大牧者他是信實的 他會走來找迷失了的羊 我告訴你他會走來找迷失的羊 若果你以為你迷失了的時候 迷失的羊只需要 迷失的羊羊 那些牧羊人的聲音是在哪裏 他們只需要細心的傾聽 你知道他們不是靠眼看不到牧羊人的 他們是靠形的聲音而已 但是你是羊的時候 你認得牧羊的聲音 但是牧者走來找你的時候 就需要傾聽牧者的聲音 接著牧又回來找你 今天你是否享用著 應許之地的流奶與蜜 或是你仍然在抗野裡面 來兜兜轉轉 或是你仍然在洋蔑中 是否需要被接回來 放回來正軌上面 然後你需要 去向正軌道 因為大牧者 祂使用我們的靈魂 蘇成 講到祂蘇醒你的靈魂 你知道嗎 這個蘇醒的意思 他在原文的翻譯 他不是說蘇醒這件事 原文的翻譯 所以原文的翻譯 它不是說蘇醒這件事 是有蘇醒的含意在裡面 是有蘇醒的含意在裡面 但是原文的蘇醒的意思 是說將你復合回來 將你復合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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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的靈魂今天 需要被復合回來 有很多的靈魂裡面 有很多的創傷需要復合 有很多的靈魂的深處 有很多的污臟污衛 損傷需要復合 有很多的傷害 有很多的傷害 在這些靈魂 需要復合 也或是讓你的靈魂 復合的時候 祂首先要做的就是清洗 很多的人 今天靈魂的深處 他們的心靈 是載滿了 載滿了 很多很多的渣質在裡面 你知馬愚蠢的羊 是吃不應該吃的東西 他們吃一些 乱乱雜雜的 有毒素的 有害性的東西 他們一樣吃了進去 他們的靈魂的深處 在聖經裡面 耶穌給過一段的說話 說到靈魂的深處 被蟲 來到是去災滿住 馬可福音第九章四十八節 耶穌他講 在那裡 那些蟲是不死的 在說陰曹地府那裡 那裡 那些蟲是不死的 火是不滅的 當你看到NIV的日本的時候 它直接說是 那些 鑄食他們的靈魂的蟲 是永遠不死的 那些蟲是怎樣 捐了進去 這個靈魂的裡面 那些蟲是怎樣 捐了進去 靈魂的裡面 那些蟲 當耶穌說 那些蟲的時候 祂不是在說一些 抽象的東西 火是真實的 火不滅是真實的 蟲不死是真實的 但是這些在蟲食 靈魂的蟲是怎樣走進去的 但是那些蟲會進去我們的心 我們知道 小朋友如果不聽父母吩咐 亂吃東西的時候 吃了不乾淨 吃了腐爛的東西的時候 就生蟲了 我們知道 孩子們不聽父母的父母 他們會吃 燙的東西 或臭的東西 當你進食了一些腐爛的東西的時候 裡面就生蟲了 有些蟲如果不渡了去 仍然繼續留在裡面的時候 那些就成為了寄生蟲 我們大家知道寄生蟲 寄生在裡面的時候 牠只是繼續吞食你的血 好像吸血殭屍一樣 不斷吸住你的血 大兄姊妹在靈魂的深處的藏若 如果不渡的話 如果不給夜和華來到 是去渡了牠去清洗了牠的話 牠就繼續停留在那裡 去吞食你靈魂深處的一切的生命 然後牠們會繼續吸食物 我們知道羊是蟲是蟲的 牠們亂吃東西的 或者你在電腦網絡上 牠們是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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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食了一些蟲是蟲是蟲 蟲是蟲是蟲 蟲是蟲是蟲 但是邪惡的蛋 and these would be eggs of the evil 報偶像的蛋 or eggs of the idols 報淫邪的靈的蛋 and or idols of lust 羊是愚蠢的 隨便亂吃東西的 and sheep are foolish then they would just eat whatever 看到哪裡可以免費 這個是免費可以下載的遊戲 and they say oh this is some free game that I could download free to download 最流行的了 跟著就是in game purchase 是吧 誰不知你付出的代價 不只是錢那麼簡單 and yet the price you have to pay is not just money 當你邀請從這個世代敗壞的邪惡 在這個魔鬼掌控的底下 那個腐毀的泛濫的裡面 所孕育出來的這些東西 你將它來到進食的時候 so when you feed onto all this you know that was created by the evil 一下如烈的草 你捐進去 so all these worms come into you 然後暴力的蛋在裡面生了 and then there will be eggs of violence 然後不信的蛋在裡面生了 or eggs of unbelief 照樣的很多的以為是很好聽的 沒有什麼特別傷害的歌 and all these songs that you think is nothing special, no harm 沒有經過屬靈的思維的天線 來到去測驗的時候 and yet you haven't gone through your spiritual check it kind of spiritually you沒有經過一個屬靈的雷達 去探測過的時候 and then it hasn't gone through the spiritual radar oh 免費下載 and you say oh free downloading and then you listen to it day and night and then you listen to it day and night so then these worms enter into you and in the deepest part of your soul and in the deepest part of your soul and then you will hatch all kinds of eggs and I tell you that today there's a lot of music 流行的歌曲 those popular songs 裡面充滿的就是虛空的靈 and all is filled with these empty spirit 充滿的就是 spirit of vanity 充滿的是憂鬱的靈 充滿的是叛逆的靈 and all the spirit of 充滿的是空虛混沌 spirit of confusion spirit of hatred spirit of anger spirit of self-pain 那些蛋就在裡面 不斷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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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all these eggs continue to hatch 我們今天有很多人 需要來到大牧者的面前 and a lot of us need to come into the presence of the great shepherd 讓他來到將這個靈魂清洗入 and we need him to cleanse all these spirit cleanse our soul 唯有清新的人能夠見到主 and only those with pure hearts can see God 你的靈魂有多純正 and then how pure is your soul 還是載滿了worldliness 載滿了世俗的東西 or is it filled with all the worldly things 我們不用沒有經過清洗的時候 and so if we are not being cleansed 若果不是每一天繼續在神的話語的裡面 讓祂的話語滋潤清洗 and if we not fed and cleansed by His word daily 很多人就是因為這樣的緣故 and a lot of people because of that 它是成為了靈性上高的頻血 then there will be a spiritual become spiritual limit 在外邊看沒有任何的問題 so on the outside it doesn't seem that there is any problem 甚至情感是高漲的 and it seems like they are fine on the outside but靈性的狀態被一些蟲蠶食到在溫溫頓動的狀態 but yet you know spiritually they have been eaten up by all these worms 大兄姊妹 brothers and sisters 大衛他說耶和華是那個讓靈魂復蘇復合的那個神 brothers and sisters David said that the Lord Jesus He is the king that will renew our spirit 你想想在大位里面有多少毒素 多少东西要清洗 想想在他灵魂的深处 可能有这个暴力的灵 因为杀了这么多的人 可能在里面有一个淫邪的灵 但是他说神复合我 神是能够复合 神也都愿意复合 但是这个大位弟兄姊妹 她也是一个怎样的大位呢 她是一个讲将神的说话 就夜思想的大位 她是一个用时间和神交通的大位 她是一个专心作曲作诗来赞美神的大位 我们今天年轻一代的信徒当中 我们需要年轻的信徒 不是只是听 背着耳朵来听这个世界的音乐 我们需要年轻一代的信徒 是拿走那个耳朵 专心地来听在天上的赞美的音乐 专心地来养望神 来到求神似给他 写好像昔日大位那样 写抱写赞美神的音乐 我不需要这一个世界的音乐来娱乐我 我的娱乐是神给我的音乐 我的娱乐是经拜神那种喜乐 在今日你的灵魂的深处 会不会有什么需要清洗 需要复合呢 会不会有惊慨恐惧 会不会有自伤自恋 会不会有一种的骄傲 或者有一种的叛逆在里面 神的说话能够将所有的灵魂重整 继续将祂的说话 放在你的灵魂的深处 祂是会复合你的灵魂的 但祂复合你的灵魂之前 祂的话已需要被放入你的灵魂的最深处 but before He restore you His word needs to be in the deepest part of your soul 让祂的说话停留在你的灵魂的最深处 and let His word stay in the deepest part of your soul 你的灵魂就能够复合到 不是当初以前那个你 而是复合到神所创造你的时候 祂所设定了 所计划了那个新造的你所有的一切 and it's to be restored back to the time that when He created you that new you that He had in plan for you 我们以为我有很好的道德标准 and we thought we have a good moral system 我有很好的属灵经验 I have good spiritual experiences 神说我还要让你的灵魂复合 and God said I need to still restore you 我要将你回去 我真真正正在耶稣基督里面宣照你的时候 所给过你的各式各样的恩赐 各式各样的品价 各式各样在主基督里面封成的生命为你预备 and He said I need to restore you back to the original original you that I have created and meant for you 迷失了的羊返回来 and the lost sheep come back to me 返回来望着神的说话 让神的说话引导着你 and let God's word guide you 引导着你怎么样去思想 引导着你怎么样去宣告 引导着你怎么样去感觉感受 and also guide you as to how you should feel 神的说话就是灵魂深处的动力 and God's word is the energy, the force in the deepest part of your soul 推动我们走向流奶与蜜之地 and to help us and guide us to the land of milk and honey 圆主祝福大家 May God bless you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